步行是一种有益健康的运动 不少医学组织都建议都市人 每日步行一万步以保持身体健康 不过,有日本医生推荐一个简单保健动作 经实测后发现有效降血压 减少内脏脂肪,体重轻了10公斤 比每天走一万步更有效 综合日媒报道 日本爱院大学医学部教授伊和赖道表示 自己曾经十分肥胖 内脏脂肪很多,试过跳绳减肥但不成功 此外,胎也患有高血压 血压上压经常超过150 超出正常水平 高血压是指血压持续处于高水平的一种脉性疾病 血压是当心脏收缩 将血液崩入动脉时所加诸动脉血管壁的压力 维持正常的血压,推动血液在体内运行 把氧气和营养输送到身体各组织 血压上升并持续处于高水平 便可能会引致严重的健康问题 高血压常见症状 1. 血阴 2. 视线模糊不清 3. 头痛 4. 疲劳 5. 面部发红 伊和赖道想着怎样改善此问题 后来,他尝试做一套简单动作 结果成功降血压兼修身 做法如下,伊和赖道尝试8秒跳即是在1秒跳2下 于8秒内跳16下 跳的时候要全身放松 伸直背挤,膝盖微弯,手臂自然下垂 跳跃的高度则不需要太高 只要脚尖稍微离开地面即可 他表示自己在5年前开始进行8秒跳后 不仅成功令血压上压降低20 内脏脂肪减少,体重也减轻10公斤 为什么跳跃也能降血压? 伊和赖道解释 跳跃本来就属于中强度运动 具备带氧运动与肌力训练的双重效果 跳跃能够强化心肺功能刺激小腿肌肉 从而改善血液循环,减少血管内壁压力 帮助降低血压 当肌肉收缩就会产生氧化氮,增强降血压效果 此外,跳跃也能够减少内脏脂肪 达到减肥效果,比日行1万步更有效 伊和赖道也表示,每日进行10分钟8秒跳 就可以达到肩步行30分钟以上的效果 不过高血压患者不是一长时间跳跃 因此应该以8秒为标准 先尝试跳5组,每次跳完1组8秒跳后 休息5-10秒再继续跳,以免膝盖和脚踝受伤 感谢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